北京时间12月1日消息,据国外媒体报道,美国演员保罗沃克周六下午在加州发生一起车祸事故中不幸罹难,享年40岁。 据称,当天保罗沃克邀请朋友一同乘坐他新买的保时捷GT跑车兜风,汽车失控后撞向路边树木,之后汽车起火,车内的保罗沃克和另一名朋友当场死亡。 2001年,保罗沃克主演了赛车动作片《速度与激情》,该片票房大卖,之后还拍摄了多部续集,一部比一部更受欢迎,成为保罗沃克的代表作。 保罗去世后,保罗与女友的昔日恩爱照被翻出,据悉保罗和前女友雷贝卡育有一女,名为梅朵瑞恩,梅朵目前和母亲住在夏威夷,现任女友是今年23岁的贾斯敏·高斯内尔,之前有传二人已经订婚。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